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那节目前咱还是先打广告啊 11月18号 19号啊 咱们就是这是一个周末啊 周六周日这两天 咱们去北京的颐和园和北京的孔庙国子建博物馆啊 颐和园这个皇家园林啊 那这里边值得看的东西特别多呀 那乾隆修过 然后这个后来同志光绪年间这又重修了 因为这颐和园 光绪他亲爹 光绪他亲爹那个纯亲王一宣都累死了 也是因为这个颐和园 庆亲王一框啊 他爬起来了啊 他成为这个晚清第一巨摊 那这些个王爷啊 他们在颐和园这有什么故事 咱这个挺值得聊聊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颐和园里边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戊戌变法嘛 那关于这个戊戌变法 他是一个怎样的闹剧 然后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啊 他们到底是怎么这个母子之间反目的 然后慈禧晚年又是为什么那么偏执 其实也跟这次物居变法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咱们也可以聊聊啊 这是这个周六那天 这是周六那天 那么周日那天呢 咱们去孔庙国子建 是吧 在孔庙国子建呢 咱们主要聊的就是孔子的生平啊 咱说孔夫子挂妖刀文武双全 是吧 孔夫子不挂妖刀也文武双全 哎 当时春秋时期 那人平均身高一米四 孔子个儿一米九啊 所以就是他整个人站那儿 他就跟一座塔似的铁肤土拐子嘛 是吧 他就是那个一个形象 所以那真的是就是别以为什么孔子这个 他跟人去那个讲学啊 讲理啊 是说哎呀 你听我的吧 是吧 我再跟你讲道理啊 而是孔子那比现成会还高 还壮那么一个身材啊 我求你 你听我吧 这种压迫感 这种压迫感 你想想多明显 你想想那个画面感 是吧 然后另外呢就是 咱还讲讲古代的这个科举制度啊 是吧 这个咱到底是最后这个 怎么考举人考进士 最后录取状元 然后什么秀才举人进士 和今天的什么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啊 什么一不一样啊 就是我先说啊 完全不一样 但是具体怎么个不一样法 咱就到头再说啊 好吧 行 那这个关于这个广告呢 咱就先聊到这儿 然后就欢迎各位啊 欢迎各位去报名啊 在此前谢过大家了啊 那咱这个说回这个正题啊 说回正题 我这平时呢 个人来讲我比较喜欢唱歌啊 各位这个你去参加我线下活动的话 应该是听过几次啊 我其实在这个线下活动里边唱的啊 大部分是比较沙雕的啊 大帅联名歌啊这种啊 或者是这个电视台不让播的啊 电视台不让播的啊 我就不说歌名了啊 那 其实呢就是说其他的歌啊 其他的歌 哎我 我也能唱啊 就是比较比较流行啊 比较流行在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比较生景的 不沙雕的歌吧 我也能唱啊 有句话说这个东北人都爱唱粤语歌吗 我也一样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就就就喜欢啊 跟朋友去我们练歌坊啊 也会唱上几首 哎这里说的是这个正规的练歌坊啊 跟那个谢成贵谢老师常去的那不一样啊 嗯 这些话是做铺垫的啊 这铺垫有点长了 就是咱们在听粤语歌的时候啊 经常会看到这首歌 这作曲啊 是是是日本人是日本人 是这个张学友啊 遥远的他作曲是吧 古村心思啊 李克勤乐扮小夜曲啊 作曲和和奈宝子啊 奶包子嘛啊 我都叫奶包子啊 那么 这些流行歌曲确实也都是 这原唱是日语的啊 这乐语呢是翻唱翻过来的啊 咱说这个称其港月 半壁江山一代歌神 古村心思 那么前不久啊 是驾鹤戏去啊 这古村心思呢 是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音乐无国界啊 他那歌真是可以说是养活了很多八十年代的香港歌手啊 那刚才提到了张学友啊 遥远的他 然后这个梅艳芳 梅艳芳这个孤身走我路啊 张国荣 有谁共鸣 共同度过啊 这全是古村心思的作曲啊 这些歌手他代表作的都是古村心思的啊 然后你看他的外表呢 古村心思他这外表呢 这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 瘦老头 哎 个儿也不高 然后那个长得也不魁梧 但是他真的是哎呀 这老头他只要一灯台 他只要一张嘴 他身上就有那种 就是很绅士的那种气质 而且脸上他永远是那种特别慈祥的表情 哎就这么说吧 古村心思要是当人犯的的话 我能第一个为他拐走啊 那么作为一个日本人也是日本的国宝级的歌手啊 古村心思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 80年代他就第一次登上中国的舞台 然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啊 2003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国内是爆发非典疫情 然后古村心思他为了表达这个支持啊 他在日本啊 他在日本国内举行那种公益的演唱会 而且把演唱会所带来的所有收入 全都捐给了国内的非电患者 全都捐出去了 2010年的时候上海世博会 当时中国呢也是有一个邀请啊 就是嗯 请古村心思来过来表演 他当时是也在扮演 也在扮演唱会 二多场演唱会在后头排着呢 然后是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立马赶到了中国 在这世博会的开幕式上唱歌啊 他那个唱的是那个星 就是古村心思的啊 算是他的成名作是吧 那国内这一些网民呢 他们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就是不理性 习惯性的上纲上线 是吧 而且在一些问题上 不分青红造白 就开始攻击 开始谩骂 但是对于古村心思呢 至少在目前那帮人还没有表现的那么义问填英 那么慷慨激昂 大伙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而且是那种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的那种好人 一个日本人 他能在今天中国这样的言论环境之下 然后得到这样的认可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还有一个不太为人知的故事 就是 这个这么几个歌手啊 古村心思一个 他是这个日本的 然后这个潘永林啊 他是这个中国香港的啊 算是中国的对吧 中国的没问题啊 然后还有一个韩国的叫赵荣碧 这三位歌手啊 赵荣碧他在这个国内啊 也属于这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这个艺术家啊 他算是艺术家了 然后这潘永林 潘校长 那这个声望什么的声望啊 水平啊 这也没得挑啊 所以这 这三位歌手在本国国内都属于现象级的艺术家了 那么他们在1984年的时候就在东京举办了亚洲和平音乐节 当时的口号啊 叫做以音乐来会友啊 全亚洲为一体 在那个年代是吧 我就想说在那个年代是那样一个环境 然后在这个年代它是这样一个环境 是吧 我不想说这事儿就是说谁是白莲花 谁是大灰狼啊 谁有责任 谁没责任 我只是觉得啊 沧海桑田时代变得实在是太快了啊 那说到这儿啊 就关注娱乐新闻呢 总会有一个那种月经铁 总拿出来争论一番 就是是不是八十年代的港月就全靠日本撑着 全靠日本养活着啊 是不是这个所有什么这个香港的那个歌曲啊 都是翻唱自日本的 就是我理解啊 我听过一点 当然听的不多 我理解呢 港月翻日本翻的多 这没错 但是全靠日本养活 这实在是夸张了 你说翻唱最多 你翻唱数量多 我不是说因为香港没有原创 而是当时真的港月的那个环境 太过于繁荣了 那香港往上追溯一百多年 就是一个渔村 面积呢 北京的十五分之一 人口最多的时候 七百多万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空间狭小 空间狭小 文化积淀还浅薄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他曾经创造出那么些个横扫亚洲的流行文化 那么这放之四海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 那港月鼎盛的时候 当红歌手啊 这个谭张梅臣 谭张梅臣对 谭永林 张国荣 梅艳芳 陈百强 然后四大天王 这个四大天王是谁呢 刘多华 张学友 郭富城 李明 哎 记住了 你说这 这一年恨不得能出四五张专辑 是吧 那乐团可能是每年要产出来上千首歌 他才能满足市场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创作出现那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这是 这是必然的呀 因为这个创作培养啊 和这个什么歌手啊 什么这些 他不一样啊 他不是那种可以量化 可以什么流水线作业 像摩登时代那样的 那样就能产出的 他是需要文化积淀 需要灵感 而且是需要爆发力的 对吧 写文章 大家要是说写稿什么的都知道 香港几百万人 他哪来那么多歌手 当这个作曲家 是吧 然后什么那么多 他哪来那么多歌手 哪来那么多作曲家 所以就是他本地的原创 是很难满足他的要求的 那就选择怎么样 引进外援呗 这也无可厚非啊 在日本音乐的影响之下 那其实 香港本土 他也出现了很多 有能力的作曲家呀 黄家驹 卢冠亭 蒋之光 哇 这也都是现象级的人物啊 这都是这个 作曲的现象级人物 这些人物就先说这么多啊 别这个是吧 草回头名字说多了 然后再有一个犯忌讳的 这对我影响过好啊 那么现在啊 这个港月的市场上呢 他是没有以前那么火爆啊 创作和这个市场 他的这个供求关系呢 就趋于平衡 所以翻唱就随之减少 那你看这个现在什么这个 陈一迅呢 啊 什么这个杨千画呀 啊 这些人啊 这些算是中盛代吧 那谁还去翻唱啊 啊 我觉得啊 就是说 说港月完全靠日文哑活 这真的是一个最 港月最大的一个误读啊 更是对 前面说的那些音乐创作人 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不认可和不尊重 是吧 另外就是咱们可能现在有一个毛病 就是谈翻唱色变 觉得翻唱就不好啊 就就就就该被否定 是吧 其实不然 翻唱呢 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日本乐坛 那么牛逼啊 啊 他那个能影响到港月 这很牛了 但是他们历史上能真的能排前几位的歌曲 也是翻唱啊 那一个有良性的 呃 一个良性循环的乐坛吧 他应该是平衡好各类歌曲的职能 而不是说带有偏见啊 而且港月他确实来自于日本 不假 但是我始终是自认为啊 他能够独树一帜 是有一些不同于日本韩国的一些真东西的啊 你看那个日本有一个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叫做西洋之歌啊 梅艳芳前男友金腾真艳唱的啊 那这首歌在香港被两个人翻唱 一个是这个陈慧贤翻的那个千千雀歌 一个是这个这个梅艳芳啊 翻的那个西洋之歌 旋律都一样啊 旋律都一样 调都一样 就作词不一样啊 那么 我觉得像我这种属于内地的歌迷呢 应该是具备一些代表性 就是这两首歌啊 能让我们记住什么 除了这个旋律 除了调啊 除了歌词名效应这些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能记住他是记住他什么呀 他舞台上的表演风格 1989年陈慧贤退出歌坛到美国留学 然后他唱这首歌向观众致谢啊 那么就是这是一种舞台表演 然后再类似于说结合那种行为艺术 这样一个方式 就整首歌的内涵 你再加上他的歌词 一下就都升华了啊 就是他是等于说是通过那场演唱会 他有了全新的生命力 那么另一首这个这个西洋之歌 他的经典场面的更是梅艳芳绝唱啊 他生命中最后一场演唱会 最后一首歌 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是癌症晚期了 命不久矣 在歌曲快要结束的时候 然后舞台大门缓缓打开 梅艳芳对着观众回头喊着说拜拜 那这种这个这个场面效果真的要比他唱什么歌更重要 他哪怕是唱好汉歌呢 但是我觉得 这个场面这个要比这旋律更重要 所以港乐啊 我觉得这是一种音乐的再次创作明星啊 你说翻唱日本通过翻唱日本歌曲 然后配合那种灯光舞蹈服装摄像 然后再根据歌手自身的这种气质打造出来一个全新的环境 那么这是港乐能流行啊 这是这个哪怕是他翻唱 但是他能翻唱出那种比原唱更高的高度 他是这样的一个关键 别的歌曲可能是你光用耳朵听就行了 但是港乐不一样 他是需要你要听 你要你要看 你要想啊 三者缺一不可啊 好了 那这个关于这个古村心思老爷子去世 然后再聊聊港乐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